张华县卫生局12日上午在张华县文化局演讲厅举办 庆祝建县290年系列活动张华县医疗奉献奖颁奖典礼 张华县长主播员颁奖给今年度的得奖者 感谢所有得奖者辛苦付出的伟大奉献 与会来宾并有卫生福利部常务次长许明能 张华县中医师工会理事长柯富阳 县议员林苍喜卫生局长叶燕博等人共襄盛举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得奖者 都是默默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深入我们张华县每一个村落每一个社区在做他分内神圣伟大的工作 并且推动我们张华县的防疫 推动我们张华县的万人健检 推动我们各项医疗品质水准的提升 推动了我们微创手术的精进成为台湾之光 这些都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敬佩 并且应该要恭祝一众 让大家共同的来肯定 来感谢 来表扬 在看到这些大家的这些事迹 除了我们医疗的这些服务以外 我们发现还有所谓的公共卫生 防疫 还有这些医疗教育的这个部分 都在我们的这个颁奖的对象范围之内 显现的公共卫生的推动 跟医疗的服务的部分的相关的结合 在张华县看到非常非常好的 这样子的一个绩效 卓县长表示 这次经过评审委员审慎的评选 共有34位得奖者 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得奖者 默默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深入张华县每一个村落 每一个社区 持续他们审慎伟大的工作 所有医疗奉献奖的得奖者 都是实至名归 值得敬佩 这次医疗奉献奖的颁奖 一定可以让张华献民感受到 张华是一个温馨祥和 充满真善美的社会 公益频道林俊明 张华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